好,我们继续来看我们body的form表单 那么form表单中的表单类form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属性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在我们的html的这个手册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form中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解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action 这是一个属性 action属性的目的是让我们的邮寄单 到底是寄到哪里的位置 对吧 好,但是我们的邮寄方式是什么样呢 在我们的form表单中有一个属性叫messor 这个是我们投递的方式 这种方式在我们实际开发过程中 用的还是比较多 所以这个方法我们必须要知道 当然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它只有两种方法 一个叫做get方法 一个叫做pust方法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给大家来说一下 messor的这两个方法是什么意思 那么大家来看到 在我们之前给大家写的这个例子中 如果我点提交过后 那么我们的数据 如果点提交过后 大家看 你看数据是直接在什么 我们的url 就是我们的网址的后面 通过问号 把这个值传给过去的 对不对 那么这种传递方式 我们就称之为叫什么 直接传递 就是相当于它的名文 直接传递过去 那么这种传递 我们就称之为get方式 get方式 然后还有一种方式 我们就把这个内容 放到我们的数据包里面 就让我们的用户 看不到我传什么东西 因为你看这个值 实际上是大家在我们的 网浏览器的地址上 是可以看到的 对不对 那么这种方式 肯定显得有一点不安全 比如说我们输入的信息 名字对不对 还有包括密码等等 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信息 对不对 所以说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更多的 还是会用另外一种 叫什么 叫post post的方法 是把我们的什么 这个数据 放到我们向浏览器 请求的什么 内容包里 内容包里面 这个内容只有被什么 我们程序 就后台程序会获取 而不会被用户直接看到 那下面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那么怎么做 首先一定记住是form的形式 所以在action的后面 或者中间都可以 在这个前面也行 那个后面也行 好 然后我们敲什么 messer的 然后你看只有两种方法 对不对 你看如果我只敲get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 就是你会发现 其实跟我们刚刚的效果是一样的 好 你看还是一样 我们随便输几个 好 提交 你看是不是还是一样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把什么 把这个get放到什么 改成post 对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这个时候你看 我们还是随便输几个 点提交 好 大家一看 这个部分 当然它现在页面肯定是访问错 因为这是百度内部的问题 因为百度发现了你传给它一个信息 但结果是一个信息 它找不到 你看是不是 找不到 但是它至少我们在屏幕上 是不是看不到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但如果说有一通说可能不清楚 怎么回事 那我现在随便再换一个别的网页 因为百度这个网页相当于有纠错功能 所以它这个地方可以把我们的内容作为一个什么非法字符 或者是找不到的字符 给我们重新定向了一个什么错误页面 那我们现在重新换一个地址 比如说我们找到 因为找 比如我们用那个 放到一个 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 好123 对吧 好123.com 因为他们有些网站 它没有对这个post做处理 所以我们能看到效果 但有些网站 对它的内容做处理过后 我们可能就抓不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包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好 那么我们一样点一下刷新 好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随便输一个 好 那这个时候先不要急点提交 我们点我们的右键 选择检查 然后检查的时候 这个部分 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选项叫nightwork 它是干什么呢 它是来查看我们 这个从我点提交开始 提交开始 那么我们的什么 整个网络的这个邮政邮包 邮包它怎么去什么的 去发出去的 因为我点提交的时候 默认是请求什么 好123这个网站的一个内容 对不对 好 你看一下 点击提交 好 这时候我们点一下停止 因为好123的内容是比较多 我们不让它再加载了 好 我们翻到最最最上面 因为最上面肯定是它提交的第一个内容 对不对 好 首先看页面上是没这个内容的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文件的第一个 第一个文件 就请求第一个文件里面 在什么呢 在这个heard 就是头 就是说白 就是我们那个包裹 邮举包裹里的内容 我们看它这个字段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字段 什么呢 就是请求字段 请求字段 大家看一下 在最后 请求中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什么前面的一个叫HTTP协议 这以后我们会学到 然后关键是看这 是不是有在这个协议的后面 有一个叫做from data 对吧 那么这个data中 是不是还有了123和AA 这两个刚刚我们输的东西 对不对 好 但是大家会发现 这个样子好像不是我们看到的样子 对不对 不像是我们说的 什么有个语符号 对不对 不是 那么不要着急 因为这个是它经过了Google公司这个浏览器 就Crime浏览器 怎么的 做了一个格式化 我们一定要记住 你要想看到真正在网络上传输的符号流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点一个什么 叫微有少时 查看资源 就真正去查看真实的资源 好 点击一下 好 然后你看 实际上你看这个内容 是不是就跟我们刚刚学习的那个 好 我们往上看点 你看跟我们学习的 之前看到的name等于123 然后什么ag等于a 是不是非常非常像像了 对不对 所以说post其实是什么 是在我们的协议包里头放进去的 而不是什么 在我们的url这个数据包中 什么 丢进去的 好 那么具体这个地方的区别 他们有一个印象就可以 然后对于什么 对于我们作为前端开发的工程师来说 只要知道这个就够了 但是如果后端同学 就后端开发同学 对于这个部分 就还要再进行一个 比如说HTP协议的理解 这个是以后我们会学习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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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